台灣軍事審判回歸一般司法機關之後 當年叛逃到大陸的世界銀行前副行長林毅夫 今天出席兩會分組會議時 再度被問到反台的問題 不過他不願多談 林毅夫沒有明確表態目前的反台意願 但他強調遲早有一天會回到台灣 根據了解林毅夫和妻子經常用台語溝通 今天在兩會的分組會議場合 他也全程用台語跟記者聊天